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ZZLAB,我是真真,片头动画 在你观看我视频的同时,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订阅小猫的频道,ZZCAT777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用遮罩去做一个片头动画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 首先我准备了一条素材 然后我们现在要在上面给它加一个字幕 在左上角点击这个字幕的开关 点击这个字幕开关之后呢 我们找到这个购件出现,购件消失这一项 然后在这里边我们找到一个叫自定 好,就是这一项 把它放到这里 好,大概就是这个时间 然后我们把这个字幕内容写一下 就是说我就叫ZLAB 好,然后我们选择一个字体给它 然后把它的大小调整一下 行间距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把下边的这一排字稍微放大一点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效果 把它稍微的往下来一点 好,下面我们去给它做一个遮罩 让它有一个慢慢的展现的过程 我们先把它做一个新件的符合片段 把这个字幕做一个新件符合片段 这样比较利于我们打遮罩 然后在遮罩里边我们在这儿绘制一个遮罩 给它一个绘制遮罩 然后这时候我们的鼠标就变成了一个钢笔 当然我们现在要稍微调整一下这个字幕的位置 让它跟这个主体啊 人物稍稍有一些遮挡 会是出遮罩的那个效果会比较好 我们现在就把它稍微的挪一下它的S轴 比如说我们挪到这里 它的遮挡呢不能太多 因为太多的话 就会好 我们放在这里吧 好 下面我们就来挥制这个遮罩 我们首先找到挥制遮罩 然后在这里给它加一个 这样 画一个遮罩 然后我们把它稍微的愚化一点 我们看一下效果 好 现在我们就要做一个遮罩的关键帧 让这个遮罩随着这个主体变化 它会有一些变化 我们把这个遮罩的变换打开 给它加加加 把这个位置旋转缩放 包括控制点的关键帧 我们全都加上 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 有可能有各种操作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帧 第一帧我们觉得 基本上问题不大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看下一帧 我们可以走几帧 然后再去改变它 好 这儿它这个胳膊可能就是 已经区别有点大了 我们现在再给它添加一个点 按住out就可以给它添加点 然后把这儿稍微拉一下 其他地方不用变 好 我们看这里 在最后这儿 我们还是要调整一下它的关键帧 它的胳膊跟这个字已经重合了 我们把它稍微往这边拉一点 这个我们也稍微的拉一点 这个可以往回拉一点 这儿我再给它加一个关键帧吧 这儿看着稍微的有一点点收的有点多了 好 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我觉得它出现稍微有点硬 我现在就把这个视频点一下显示视频动画 然后在最下面这一项我们点开它 然后拉这个位置 给它做一个淡入 我们看一下效果 OK 有点快 再让它慢一点 好的 好 在这里边我们也要做一个调整 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把这个字拉开 我们现在在这儿做一个关键帧 然后在这个位置 我们再把它移动一下 移动到这个位置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显示视频动画 这两个关键帧 我们看一下 我们让它稍微早一点移动 好 同样我们的遮罩在这里也要移动一下 比如说移动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给我们的遮罩 把这遮罩已经完全的给它 相当于不起作用 好 我们把后边没用的遮罩把它删除掉 给它新建一个复合片段 清建完复合片段 我给它加载了一个RUT 同时我也把这个画面的比例稍微调整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最终看到的效果 它移动的稍微的有点晚 我再把它的移动提前一点 这这道补冻动得有点晚 从这里到这里太快了 我们把它拉慢一点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简单的片头 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问题呢 就给我留言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by bwd6